这是一个个书的监狱 他是竖着的 上下分层 每层两人 没人知道有多少层 更没人知道关了多少人 男主从昏迷中醒来 对面坐着一个眼神麻木的老头 是他的室友 老头说 你来到了48层 很幸运 男主还没搞清状况 老头拿出一个枕头 跪上去 然后一个悬在空中的平台 缓缓降下 上面铺满了食物 老头开始狼吞虎咽 但男主仔细一看 这些食物基本都是残渣 他抬头看一眼 上面忽然明白了 上面有47层 每层两人 也就是说 这顿饭已经被吃过94次 才送到他这里 太恶心了 老头劝他吃一点 因为一天只有这一顿 而且这一层食物就是这样 男主勉强捡起一个苹果 放进口袋 很快 食物平台往下一层去了 这时 房间里越来越热 男主问怎么回事 老头说 只有平台停在这一层的时候 食物才属于你 如果不遵守规则 就会活活被热死 或者冷死 男主赶紧把苹果扔下去 温度终于恢复正常 半夜 男主听到一些声音 他伸头去看 平台飞速冲了上去 回到零层 第二天 食物又来了 面对这些残根剩饭 男主还是不肯吃 他问老头 这里有多少层 老头也不清楚 但他去过132层 那里一点食物都没有 男主突然有个想法 我们联系上层人 让他们定量分配 大家都少吃点 那就都有得吃 老头说 上层人可不会听你 说完 还往下层撒尿 男主看不下去了 质问老头 万一下子是他们在上面 老头说 这一天 平台下来 上面居然还坐着一个女人 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 男主想帮他 老头却说 不管他 就是在帮他 原来 这个女人每次都会往下层去 他是在找他的孩子 很快 平台下去了 下一层的人把女人拖下去 想强暴他 男主怒吼着让他们住下 但是没人理他 直到哀嚎声变成男人 女人拿着刀 满脸血污的回到平台上 他杀了那两个人 和男主对视着 往更下层去 时间慢慢过去 男主饿得不行 开始吃东西 甚至变得和老头一样 派吃胡塞 浪费食物 彻底忘记了自己 平均分配的想法 一个月过去 这天晚上 老头闻到了迷药的气味 他说 明天就要换层了 他让男主祈祷 他们能分到高一点的地方 男主反问他 你相信上帝吗 老头说 第二个月第一天 男主醒来 发现自己被死死的绑在床上 老头拿着刀凑过来 摸摸男主的头 说 我们来到了不太好的一层 男主看到墙上的数字 171 分到这一层是不可能有食物的 想活下去 就只能吃人 然后 男主听到各种尖叫声 还有人坠落下来 看来 附近的楼层 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事 不一会儿 平台下来了 果然一点食物都没有 连餐具 都被舔得像精心洗过一样 老头问男主 吃过蜗牛吗 要先等蜗牛 把身体里的脏东西排干净 所以 他会很有耐心的等八天 这八天 男主一直被捆着 排便也在床上 他拼命挣扎 大声呼救 但 没人回应 很快 过了八天 老头来了 他说 为了让男主的身体保持新鲜 老头不会杀他 每次只割一片肉去 甚至还会给男主喂一点 不让他饿死 这对男主来说 是比死更可怕的事 就在这时 那个女杀手出现了 他一下把老头打倒 然后把刀递给男主 男主接过刀 爬到老头身边 一刀接着一刀 结果了老头 没过多久 男主看到 女人在吃老头的肉 还把肉递到男主嘴边 他忍不住饿 吃了下去 然后 女人走了 男主就靠老头的尸体 渡过了这个月 当男主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33层 室友也换了 是一个抱着腊肠犬的女人 这个女人曾经是 这座监狱的工作人员 她说 这里有200层 只要合理分配 食物是够所有人吃的 圣母每天吃得很少 还给下一层的人分好食物 让他们不要多吃 每天苦可婆心地劝 但没人理她 男主看不下去了 他站起来说 如果你们不听 我就每天在食物上拉屎 这才让他们乖乖听话 圣母说 我们还可以劝劝上层人 男主说不可能 圣母问为什么 他说 又过了几天 平台下来了 那个女杀手躺在上面 奄奄一息 男主赶紧把她抱下来治疗 当天晚上 男主被吵醒 看到两个女人在打架 原来是女杀手 吃了圣母的狗 很快 女杀手走了 圣母绝望地说 她得了绝症 亲身进来 是想帮忙改善这里的环境 给自己赎罪 但很显然 她做不到 这个月又过去了 男主醒来 发现自己在202层 旁边是已经上吊自杀的圣母 男主往下一看 还是看不到尽头 圣母搞错了 这里远不止200层 男主心态崩溃 他把圣母盖起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越来越饿 终于忍不住了 他捡起一块玻璃碎片 走到圣母身边 当男主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来到第六层 这里好像有某种规律 只要吃了人 下次就会被分到高层 这次 男主的室友是一个黑人 他拿着一条绳子 特别兴奋 他祈求楼上的人 用绳子拉他上去 他觉得只要爬五层 到顶端就能逃出去 楼上的人同意了 接过他的绳子 他开始往上爬 马上就要上去的时候 楼上的人突然松手 让黑人掉下去 幸好男主拉住他 但是绳子没了 黑人绝望地大 没过多久 食物来了 这一层的食物很丰盛 几乎没怎么动过 但到了下一层 那些人就开始糟蹋食物 男主有了一个想法 想要让食物平均分配 只能靠暴力 他一个人做不到 就劝说旁边的黑人 两人把能当作武器的东西带上 50层之前不让人吃 因为他们已经吃得够多 刚开始还能威胁恐吓 再往下 就只能动手了 在这一层 他们遇到一位智者 智者劝他们 保留一份完整的食物 作为信号 让顶层人知道下层的意思 他们选了这份奶动 到51层 他们开始分配食物 有人感激他们送来食物 也有人嫌他们给的太少 他们再往下 开始见到死人 男主猜到 是那个女杀手干的 终于在这一层 他们见到那个女杀手 他被两个狠人抓住 杀死了 男主冲出去为他报仇 却被打倒 黑人上来帮忙 四个人殊死搏斗 最终男主和黑人赢了 但他们也受了重伤 他们接着往下 食物都分完了 只剩下奶动 但平台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到了333层 这里只有一个小女孩 是那个女杀手的孩子 女孩很饿 盯着黑人手里的奶动 男主说 给他吃吧 他们看着女孩吃完奶动 第二天 黑人终于因为失血过多 死了 男主把女孩拉到平台上 平台缓缓降下 下面已经没有楼层 是一片黑暗的空间 平台停到地面 男主下来 走进黑暗 也就是死去 女孩乘了信息 被平台送回顶层 她是这篇地域最后的希望 但这个故事 还有一种更悲观的解读 有人说 小女孩根本就不存在 最后被平台带上去的 还是那盘奶动 因为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管理者拿着一盘奶动 居然以为下层人没吃这盘奶动 是因为里面有一根头发 底层人拼了性命送上去的信息 却根本没法被顶层人理解